移民火星的梦想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对于这一个梦想的实现,将不会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移民火星是需要各个方面,各种因素都必须协调好,经济大移民将会是一件非常大的工程,因此人类科学家在不断的探测和研究的过程当中,而对于每一次的新的研究成果都会让火星移民们的梦想更进一步。 而最近著名的杂志《自然天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比较观点鲜明的文章,通过阅读,本篇文章指出,火星上的二氧化碳含量并不能让人类使用如今的科技技术实现真正意义的火星地球化,而打造火星地球化则是人类移民火星的一个假想过程。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把一个行星的环境改变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把火星的生存环境打造和地球一样的环境,而最有希望成为地球化的星球应该就是火星了。 因此也有很多的研究人员表示,把火星的岩石和极力冰干里的温室气体释放回大气当中,这样就可能让火星大气变后,从而火星上的温度将会不断的升高,从而实现火星上拥有液态水的存在。 由于火星上面温度非常低,而二氧化碳能够形成温室效应,从而让火星变成一个红色的温暖星球。 美国著名的经文学家表示,他们一直在关注着火星上面二氧化碳的含量,他们使用了20年的火星探测记录并结合最新探测信息,他们可以确切地探知火星表面之上和地下的二氧化碳的含量, 从而可以探测出二氧化碳对于大气层的作用力。 另外也是需要考虑到,大气层当中的二氧化碳,是不是也会向太空泄露呢? 文章的作者认为,如果把二氧化碳释放出来,可以让火星的大气压增多三倍,而这些二氧化碳的含量,才只是火星所需要量的2%。 另外有了这些二氧化碳的作用,火星表面的温度将会提高10度,如果有足够量的二氧化碳,或许火星将会被改造成地球。 但是对于现在人类的技术来说,还是远远达不到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